拜字的国语注音是 波爱拜,四生拜 拜,四生拜 拜是河本科植物,高约三四尺 它的外形如水稻,常常跟水稻长在一起 被视为是一种杂草,结石像鼠,俗称拜字 拜又是小的意思,如拜官就是小官 拜范就是小范 但是汉书《易文志》当中有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拜官 于是后世言称小说家为拜官 拜官野史是指私人撰写的杂史传记和笔记小说而言 这些野史虽然不具有信实的地位 但是却有极大的可读性 而且其流传的普遍与久远 有的时候甚至于超越了正史 和拜字外形相似,以不注意容易混淆的有这个闭字 闭字的国语诸音是波易闭四生闭 闭是补亦增亦,如闭亦闭注无闭于是 闭这个字又念疲,国语诸音是波一疲,二生疲 念疲的时候是当作富来说 如皮匠就是富匠 又是小的意思 如皮海就是小海 另外还有这个百字的国语诸音是波矮百 三生百 念百的时候是开的意思 如百合就是言词辩论的变化 开叫百,壁叫合 战国时代,鬼谷子著百合篇论测试游说之术 后来就把多积辩善应付叫做综横百合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拜,壁,百三个字,右偏旁的杯字 它的中间像填字的那一竖 一定要写成竖撇,一笔连成 所以只有八笔而不是九笔 书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美食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明天再会